我盡可能公平,你還在雞蛋裡挑鋼筋,不是挑骨頭啊 什麼叫我挑鋼筋,你如果不才是,是我的話,蛤 張瑞熊幹什麼,請你把麥克風滅掉 我不是紫衣人人人人,是沒有黃國昌說的 好,好,你講說真的沒有違憲 這個國會是主,這個事實在生高題 這個深入掌勢勒,剛才黃國昌打給你了 人家都打給你了 兩個合起來,人家背後就沒有用了,要講道理 都在那邊違憲違憲,你是大法官嗎 你是大法官嗎 好啦好啦,大家都在那裡打 能不能拜託大家,尊重一下黃國昌總召發言好嗎 我要阻止他們的就是 我覺得韓國院長這可憐 因為,你看,我覺得韓院長這陣子壓力真的超級大 而且你看他,前陣子在那個表決的時候 他就說,好,現在是民進黨的提案有沒有意義 然後民進黨就有意義,然後說你提案你要幹嘛 對,就自己反自己的喔 然後韓院長就這樣,唉,很累 我跟你講,韓院長忍很久 而且還有人就是講到說,其實他有受傷 他好像不知道背他腰那邊其實有受傷 好像是因為他們就是要準備就是表決嘛 然後好像被所有的那個民進黨的立委 然後把他抱住這樣子,這樣甩,這樣甩他這樣子 就是然後,我覺得他已經忍很久 然後今天又被莊瑞雄委員在那邊罵髒了 我覺得他真的是 可是我們還是必須說就是那個韓總好不好 我們的韓院長,其實他真的我覺得 在這一次的整個國會的運作上面 他其實真的蠻秉持中立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是蠻值得嘉許的 就是因為過往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他會不會就是有政黨的色彩 但是我覺得他在這一次 其實真的表現的是,真的是中規中矩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說,游禮走遍天下 如果他完全都是照著立法院的 議事規則走的話 民進黨真的是拿他沒批條 因為我覺得甄宇真的是 我覺得講到這個重點喔 就是說因為在韓國瑜院長 我自己觀察也的確是 我覺得他看起來真的已經是 我覺得算非常中立了 我覺得他整個那個格局是有拉起來的